真正有价值的 全都免费赐给你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以赛亚书第55章 从54到55章 充满了许多上帝宝贵的印象 可惜在短短的时间里 无法一一和你分享 鼓励你 可以小个时间再多读几遍 细细品尝上帝对你的爱哦 相信上帝 要温柔地对每个灵魂干渴 寻找平安的人说 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在这里 让我们请来读以赛亚书第55章 以赛亚书第55章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究竟水来 没有赢钱的也可以来 你们都来买了吃 不用赢钱不用价值 也来买酒和奶 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 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 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 就能吃那美物 得享肥肝 心中喜乐 你们当就近我来 侧而听 就必得活 我必与你们立永约 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 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 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 你素不认识的国民 你也必照来 素不认识你的国民 也必向你奔跑 都因耶和华你的神 以色列的圣者 因为他已经荣耀你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 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 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 归向耶和华 耶和华就必连续他 当归向我们的神 因为神必广行赦免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雨雪从天而降 并不返回 却滋润地土 使地上发芽结实 使洒种的有种 使药吃的有粮 我口所出的话 也必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 平平安安蒙引导 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 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涨 松树长出 代替荆棘 藩石流长出 代替吉林 这要为耶和华留名 作为永远的证据 不能减除 你是否也曾寻寻秘密 甚至付出好多代价 最后人人找不到真正的依靠 与平安呢 天父说 你们一切干渴的 都当救进水来 没有赢钱的 也可以来 原来我们生命 真正所需的爱与恩典 不用花任何一毛钱 只要愿意来到天父面前 他就白白地赐给我们 让我们彼此鼓励 一生都做一个 依赖天父的孩子吧 相信他就是喜悦 你的信靠与跟随 他也乐意用丰厚的慈爱 滋养你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爵叔 感谢你 让我不用再苦苦追寻 我要依靠你 领受你 无条件的恩典和慈爱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 在神宝贵的话语中 看见他对你毫无保留的爱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思考